注意一二三嘛 就是最后当然我们就建一个 Data Base 然后一个Table 里面有六个栏位 那六个栏位里面的话 大概类似像这样子 里面的话呢 也许我们只要文字的部分 不会超过六万多个字用Vacha 你看算一下 就给它稍微大一点的空间 没关系 然后大概这个画面把它弄起来 然后呢再到哪里呢 再到问题二 这个Table 你看上面有个标签 就是SQL 这个SQL的话 原则上就是你可以跟这个Table沟通 基本上不外乎就是用insert 写资料 那你可以用什么select select 所有start from哪一个呢 问题二 你可以把资料再用select查出来 或者有什么update update就更新哪一笔记录 或delete 大概会有这些 我想其他部分的话 你会办底下也都有按钮 你也可以 你只要按下其中一个 它会给你一个范本 你去修改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MySQL还蛮方便的 它有一些范本 所以它不是说叫你从头到尾自己写 你看刚刚insert 按下去 其实这有点像填空底 你就把这个填空一下 value1234 有六个人 你就填上去 你想要记得一个原则 就是如果说你是文字 就是vatcha 有没有 vatcha的 记得前后要加单引号 加单引号 如果是数字的话 就不要加单引号 ok 就是单引号的话 表示说它是一个字串 是一个字圆 一串 就是字串 它可以把它写进去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刚刚有在云端上 有做了一些范本 所以你切到这个MySQL 我们这边底下这边 那基本上 你可以把这个拿来 然后贴到这边试试看 它或者你可以修改 比如说刚刚已经有001了 那你可以改002 然后第二个 你会发现 除了vatcha之外 其他都没有加 那个所谓的单引号在外面 就直接把它执行看看 001有了 你就可以002 我换一个002 然后把它执行 其他当然你可以什么 update delete delete的话是 看delete哪一笔记录 等等的 大概这些 那ok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要切到哪里呢 再来就切到 我们的 这个 assess 不过在assess这个地方 我讲过 以前我们在前一个单元 有讲就是 如果你要跟 那个什么资料库沟通 主要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ADO 一个 就是 那个seql语法 那不过特别之后ADO 有一个地方就是驱动程式 那这个驱动程式呢 assess跟那个msseql seql server 因为它都是微软的产品 所以其实它还蛮狡猾的 它直接去安装了 但是买seql 它不是自己的产品 所以它驱动没有先帮你装 但是也还好 你顶多怎么样 就是需要什么呢 从那个我们 我有帮各位找到 你从这边呢 第三个单元里面呢 可以找到 就是六四的 其实我们这边 其实只要六四就可以 我刚刚讲过 他怎么知道六四 我刚刚找到了 在这里 其实这个档案里面有个什么呢 账户 账户里面有个什么呢 关羽有没有 这边就告诉你六四位元 所以回去你们可以看一下 不过理论上应该都三四二为主 现在我很少看到有人用六四位元 跑起来其实没什么感觉 但是基本上比较小 而且是2016的 所以怎么办呢 请记得 如果你是这个版本的话 请记得我们等一下练习 请你装这个WINX64的 如果你回家练习的话 我是建议你先看一下 应该是三二 那你就装三二就好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两个都装 保证正确 因为只有这两个版本而已 三二跟六四 只有这两个版本 其实之前有同学 我刚刚跟各位讲过了 本来装错了 没关系吧 再装一次就好了 装完之后 那你怎么知道 你把驱动程式装进来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看一个地方 如果你有装过 你就不用装 请你在控制台里面 控制台里面 这边控制台 控制台里面的话 有一个什么呢 叫做系统 系统管理工具 大概是在哪里呢 你们点开来之后 差不多是在这个位置吧 不过他的位置可能会 因为你的解析度而调整 系统管理工具里面 那你可以找一下什么 这边有个ODBC ODBC资料来源 其实ADO 基本上就是抓这边里面的 Driver 有没有ODBC 就是叫什么 Open database 的Connection 就是开放式的一个什么 反正让你可以串切资料 就是城市跟资料库之间的一个共通的地方就对了 那我们打开64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一下 没有 驱动城市这边 各位可以看 我刚已经装好了 我刚已经装过了 点两下 下一步 下一步 你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一个什么 My Sequel 这个 有没有 如果说你的电脑里面有这个的话 恭喜你就装好 我刚刚是直接就就是下载 这一个 这个64的吧 然后你把它开启 开启之后呢 你就把它下一步 下一步下一步就OK了 因为很简单 把它装一下 装完之后确定说呢 你在你的控制台里面的系统管理工具 有这个驱动城市之后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把什么呢 把那个 e-sale里面的资料写到My Sequel 那我这边先demo一下 因为其实这个还弄了蛮多次的 应该OK 而且不过第一次在Win10里面 我本来还蛮担心在Win10的环境下 会不会很多的问题发生 因为微软都很奇怪 没改版一下 然后就给你乱动一下 你又要再发脑筋说到底哪里有问题 不过还好今天测试一下 还算还蛮顺利的 所以首先的话我先测试 总共的话我们大概就会有五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是新增单笔 新增单笔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是什么 里面我大概就是写写什么呢 基本上呢 跟之前的那个写到SS其实程式差不多 按下他之后呢 我先追踪最下面一笔 等于是这边Ctrl向下 追踪到100这边这一笔 然后呢追踪到之后的话呢 我做什么呢 把他的A B C D E F 总共会有五个栏位的资料 分别丢到A B C D E F的五个变数 反正因为在A B C D E F我是偷懒 因为实际上要有名称 可是后来想说到底要取什么好呢 后来干脆好了 全部就是A B C 就是这样最简单 所以有些地方我们其实还蛮脱懒 有些地方就干脆用哪位名称算的 然后呢再把这五六个 这个这些资料有没有 就在Ctrl什么呢 利用A B C D E F 新增资料的那个这个 这个Sub 然后呢把这些六个丢过来 丢过来其实就我们之前讲的 基本上呢 我大概只有做 第一个也是Create Object 我前面讲过就是把A B C D E F 这个这个什么的韩式库 引用进来 引用他的哪一个呢 叫做Connection Connection顾名思义 就是用他去帮我连资料库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就建了一个MICOM的一个物件 利用MICOM的物件呢 他有个方法叫Open 因为我有没有一个Connection 我产生一个 在记忆体产生一个 叫做MICOM的物件 这个物件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帮我Open 那可是Open你要告诉他两个最重要的讯息 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ASSES的话 我前面讲过前面这一串呢 指的是他的驱动程式 有没有 所以你想说老师那驱动程式怎么看得出来呢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Driver这几个字 其实就是引用什么呢 驱动程式里面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不是有一个什么呢 MICOM的这个Driver的这个叙述 其实主要是引用 ASSES的话 我们好像上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应该是这个 Microsoft的空一格 ASSES 什么这一串 而且里面的字 还不能打错 不能打错就算了 还不能复制 所以 你干脆直接先call我云端上的就好了 不然这些 我事故我他没办法按右键复制 所以你也没办法去抓那个名称 我看这边可不可以 我有点忘记 对 所以我那个驱动程式这个名称怎么来的 基本上后来我找到一个网站 他提供了所有 只要是资料库的连线方式 他都把它放在一个网站里面 那我是直接去那边抓 那个网站还蛮好 蛮重要的 因为我用到其实还蛮大 Triple W 点 什么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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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刚刚那个 Connection Street 字串 然后加S 因为他有很多字串 点什么 点COM 这个网站 Connection Street 对这个 所以这个还蛮重要 只要 举凡你现在市面上看到的所有的资料库 Server 反正 他全部都包了 里面都会教你怎么连线 所以你会发现 我之前用的什么 SS 其实我是call哪里 这边就有了 有没有 Provider 你说老师你怎么会知道 这边都有了 我都直接拿来用 改一下就好了 你说那个 MySQL 没有 一定有 在哪里 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MySQL 那你点进去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 就是 Standard 我看 它有 它是server式的 这个 这边有很多种连线方式 是不是这个 MySQL的连线 那 MySQL有一个 Driver式的连线 我记得好像是 它有好几种连线方式 我是用那个 Connection 5.2 这个 那就是从这边 这边就有一些关字 其实我是从这边 怎么样 复制贴过去 改一下就好了 所以以后 如果你有别的Database 只要你市面上看到的 所有的Database 基本上上面应该都有 好像连什么 IPM的DB2 这个可能金融界的 连什么Fireball 这个很少 Essale其实也有 等等的 如果说你要连线的话 这个网站都有提供 那我们主要 第一个 假设我们安装好驱动 然后也确认说我的驱动是OK的 再来的话 我们大概等一下就要认识什么 总共会有 第一笔是把最下面一笔 直接先 丢到 那个我们的 MySQL测试看看 所以等一下请各位 第一个 新增单笔看看 按下去 这时候呢 出现成功 那里面的话 我刚刚提过 就是第一个 我是直接把这些相关的Driver 丢过来 另外的话 Server因为我现在是Localhost 指的是我现在这一台电脑 当然未来如果你又会有个IP位置 比如说163.14.15.12 类似这样的 那你可能就要改这个IP位置 OK 你要先确认一下你的IP位置 其实以前是按右键吧 这个网路 这边可以去找到你的那个什么 以太网路里面的网卡 这边就有了 有没有 IP位置 163.14.15 165.165 那你如果查到之后 有没有 你就要告别人 别人 可以把他的资料写到你这一台的 OK 所以这边的话 那他可以复制 OK 那这个是从哪边 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 我习惯最快的方法 这边按右键 一个网路这边 开启什么 网路和网记网路的设定 然后这边有个什么 以太网路 网卡 有没有网路 以连接码 往下 这边就有了 不过这个是这个版本是WIN10的版本 WIN7的版本 设定方法又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 设定完之后的话 当然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直接连我这一台 比如你把那个local的 你把它改掉 改成这一个 你的资料就会写到我这边来了 那你们等一下也可以测试 比如两两互相 同学互相测试 我连到你那边 你连到我这边看看 如果都可以的话 那以后 你在公司 如果公司是允许 弄这个的话 那你就可以这样做 底下的话就是问题 Database问题二 User Password 加一下 然后呢 最后insert into 之后呢 就把它excue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这个语法非常的简单 跟上个礼拜的assets是一样的 那我们 只要写过去之后 最后先check一下 这边有没有成功的 其实你可以到问题二里面看一下 里面多一笔 有没有 0101这一笔 就过来了 接下来 当然我们等下就是讲 就是全部新增 上礼拜有讲过 全部跑 当然我在 左下角会出现这个 总共几笔 因为我这边比数蛮多的 全部费入 那我一样切到我们哪里 切到这边看一下 有没有 全部过来了 OK 而且蛮多笔的 这边 至少一两百笔 然后再来怎么样 把这边删掉 再从 那个 MySQL那边 再帮我费回来 因为我这边没有了 我希望从 那个MySQL那边 再帮我掉资料过来 全部又过来了 然后最后一个按钮是什么 删除MySQL的资料 意思就是我刚刚丢过去的这些东西 我要把它全部清空的话 那我可以直接在 Excel里面按下它 这个时候我们切过来看一下 这边再把它重新整理 你会发现 这里面的话全部清空了 OK 所以 等一下就是主要一个循环 反正就是 先把资料写过去 然后把Excel这边资料删掉 删掉之后的话 再把它丢回来 再把资料固的东西清空 反正就是练习 这可以丢过去 也可以查回来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第一个先安装驱动 你先装就试就好了 第二个的话 再到控制台里面 有一个叫什么 系统管理工具 里面会有一个ODBC 资料来源 如果你装完之后 应该就会有那个东西出现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切到那个 我们的问题02的Excel档 那我们今天大概就练习 总共有五个按钮 这五个按钮 待会我们再来看 这五个按钮里面的程式 在云端上也都有 12345 其他的话应该就差不多是这样